我们先从美国的美国经济谈谈起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美国的经济的现况呢 现在呢各方的说说法呢非常分歧 第一个他的通膨通膨过了嘛 第二个他的摆脱了摔摔退了嘛 第三个就是说美国的股市呢 看起来呢比预期中的好很多 为什么 2019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节目 然后写了一篇文章 来解释就是美国当时最大的经济金融问题 就是他的QE量化宽充达到了8.9万亿 这个数量实在太庞大了 所以随时只要就等于是一个火药库 里面火药装满了 随时有一个火花就可以爆炸 那结果真的后来就不到半年就爆炸了 第一个爆炸的影头是新冠 新冠它阻止了那个供给链和运输的效率 所以然后第二个是2022年的俄乌战争 因为这战争一打起来也是因为尤其是能源方面的供应问题 所以能源的价格一下就上去了 但是美国已经平安度过 这其实我过去这一年已经讲了很多次 美国已经平安度过这一劫 这一个大劫 就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说是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可能比2008年更严重 要是国际的一些玩家怎么反应来决定 结果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义纲决定牺牲小我 然后不让人民币升值反而贬值 来维持美国的物价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即使从中国的进口价提升30%或甚至50% 美国人也是会摇着牙买 但是因为易纲先生的无私金奉献 那个时候人民币反而是贬值的 然后到了2022年出了俄乌冲突明显化之后 也是又有另一个人挺身而出 这个人就是Von Delein 他硬是把欧盟应该坐山观虎斗的一个局面 搞成他们抢到第一线 然后结果把欧盟的工业基础 也就是它的廉价的能源供应都给挖空了 接下来的这一年这18个月 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先进国家的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的同时 他们的资本就很明显的外逃 外逃的 你除了产业资本之外 金融资本也外逃 金融资本比产业资本还要喜欢跑到美国去 所以就是因为易钢先生跟Von Delein女士的两位的无私奉献 所以美国安全地度过了这一节 今年4月的时候 3月还是4月的时候 有Silicon Valley Bank出事了 那时候我也讲说这种是不会伤金动骨的 因为它其实是相对小的银行 美国的金融界很健康 我待会会详细的解释 为什么它的整体是很健康的 但是你知道在日本有那个传统就是有所谓的异犬或者中犬 它会建一个小小的池塘 我觉得美国人很可惜没有这个传统 要不然可以在美联储的门口盖一个中犬池 然后首先让易钢跟Von Delein先进去 让大家祭祀一下 那 我希望大家听得懂孟元这段讲话 这段讲话是非常重要的歌 OK 再来 所以在2021年跟2022年美国逃过那一节之后 其实我已经反复讲了一年多 就是你这个要用汇率或者国债方面的考虑来压迫 美国已经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将这个大结论的一些细节证据的论证分析讲清楚 所以然后可以从这里再做新的就是美国下一个经济金融方面的难关会是什么样的形态 当然最难预测的是时间点 因为时间点是可以拖的 但是我就像2019年的时候 我说在未来三年会出事 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未来多少年会出事 但是这一次不会是像上一次那样的 而是一个受通胀压迫的一个通胀为主导的一个危机 那这一次的新的危机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一个财政上的危机 那转移到金融方面就是它的长期利率的问题 那我们先谈一谈当前美国的经济 其实它比欧洲要好很多 美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5点多 欧洲比它高1个百分点 然后它的经济成长率是1点多 大约将近2% 欧洲比它低1个多百分点 德国是在衰退的 那你可以从这些看出来 那比如说你说美联储现在好像是两难 可是它这个两难的程度呢 就比欧元银行要轻松很多 OK在2021年他们量化宽松 两边都搞量化宽松搞到最大的时候呢 美国量化宽松最高纪录是我刚刚提到的8.9万亿美元 但是欧元银行最高纪录是8.8万亿欧元 因为欧元到现在还是比美元稍微值钱一点 其实那个最高峰是比美国要高一点 那你如果看现在 美国美联储的资产是多少呢 它现在资产已经削减到8.27万亿 也就是大约8.3万亿 这样大概0.6万亿 那欧元银行则是从8.8一口气销到7.2 OK 为什么它会做量化 紧说做得那么紧张呢 因为他们的通货膨量太高了 OK 那你可以想象 那因为蒙德莱恩的政策搞得 欧洲的金融资本都往美国美元方向去串通 然后你再看看他们中央银行的紧缩 又比美国美联储快了将近三倍 你可以想象欧洲现在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有多严重 所以它的去工业化不只是丧失了能源 而且也是滚雪球一样 没有了廉价的能源之后 接下来就是产月资本外逃 产月资本外逃之上金融资本跑得更快 金融资本一跑的话 你更没有办法贷款投资 所以昨天有人在我的博客问我说 对中国的经济当前有点逆风 看法 这其实是很可笑的 因为你原本半年前的时候 预期中国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是6.1% 到现在刚刚修正的预期是5.5% 你降了0.6% 这又很了不起吗 事实上这反应的完全就是欧美他们的消费品 跟所谓的Durable Goods的进口的衰退 你可以看到这其实真正的受伤的是欧美 中国只不过是因全球化的供应链的原因而受到附带的伤害 要谈附带伤害 中国也不是受伤最严重的 受伤更严重的是真正出口导向的代工经济 包括台湾 韩国还有台湾 所以你从什么方面来看都觉得 都不应该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是美国已经摆明了 就是要把你干死 那结果现在美国受伤 那在他们完全脱钩之前 还有一点联系 这个是因为这个联系 而你受到一点附带的伤害 这需要紧张吗 这需要紧急的金融操作吗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现在的美国美式经济学跟金融学 他们是对大资本搞 对民众搞资本主义 就是你们不管你们的死活 你们自己去广告 对大资本则搞社会主义 就是大资本出了问题 以后国家赶快要把钱投进去 来拯救他们的利润 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我上个月提到中国教育部模仿台湾 来把工专跟高职的这些职业教育的根刨掉了 然后凭空创造了三四百万的垃圾文科的大学毕业生 所以造成它的总体失业率在下降 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幅升高到20% 这种现象才是需要改革的 你至于说紧缩房地产政策 其实就是2008年跟着美国人放水 跟着美国的经济外论放水过渡 因为那时候他放了4万亿人民币 其实1万亿就够了 但是因为他4万亿 结果就把房地产泡沫涨上去了 涨上去以后又不敢让他一次爆掉 所以一点一点的消 消到现在总算有点看到隧道的镜头的灯光 现在就因为从经济成长率从6.1掉到5.5 就有人喊着要解除这些改革 其实这是大资本所控制的那些所谓的财经文字打手 他们在拱那些小资本中产阶级民众来替他们打钱 你知道古代的时候要工程的时候都是不会把你的精锐部队放在前面 都是到附近的农村里面抓民夫 然后把他们驱在最前线当炮灰 现在也差不多啊 这些中国的股民就是大资本工程的炮灰 所以看的是很可笑的 不过我离题了 今天要讲的还是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要比欧洲要健康很多 我待会再给你一些 我现在再给你一些那个数字 首先它目前的利率是短期 美国的国债是所谓的Tradery Security 它一共有13种 就是13个不同的到期的时间 没错 从一个月到30年 短期的最短的是一个月 然后最长的是30年一共有13种 所以这13种就有13种不同的利率 就是你到期的时间越长 它的利率基本上是30年债券 它的利率就是未来 你要借钱一次借30年 这个时候的平均每年利率 然后你如果只借一个月的话 那当然就是现状限行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个Yoker Yoker的正常的形状是你越往长期那一端 它的利率越高 没错 如果我要跟你借錢 如果我一次借一天 然後明天再來借 然後明天再來借 相比一次借30年 這個錢者對你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你隨時可以借錢 對不對 沒錯 但是我如果一次借30年的話 就是你等30年之後再來找我 這期間都不要來煩我 你這個債主的權益 就是他的隱形的所謂的option 就比較少 所以他的為了要彌補 這個債主的隱形的損失 你就必須一般要給他更高的利率 是的 所以這個Yield Curve 有所謂的normal Yield Curve 普通的正常的Yield Curve 就是長期利率比短期利率要高 但是這些利率裡面 因為債券的利率不是像GDP那樣子 根據通脹率修正過的 而是字面上的數字 所以真正影響這些利率最嚴重的變數 就是通脹率對不對 你如果說我現在利率是 我現在這個借債的利率是3% 但是通脹率是4%的話 那你這個實際的利率是-1嘛 因為你借了100塊 那到期了一年之後 你只需要付103 但是這個時候103塊只值原本一年前的99塊 所以你事實上借錢還賺 OK 所以有所謂的真實利率 那這個所謂邀客會倒掛 目前就是一個倒掛的情形 倒掛就是短期的利率比長期的利率還要高 那這原因就是因為 你目前正在一個高通脹的情況 目前美國國債的短期利率是5.5% 那美國的通脹率也是5.5% 所以你大約實際利率是0對不對 但是它的長期 國債的長期利率目前是大約4% 那這裡就很難說你這個通脹的預期是多少 但是我認為我個人的預期是未來30年 美國的通脹率大概是4%或者5% 那不低啊 所以 美國目前的國真實利率 其實在短線是0 在長線是可能是0或者是-1的 那我講這個是為什麼呢 原本在2008年之前 就是2008年那個危機之前 美聯儲只能夠控制短期利率 它這個有很多所謂的window窗口 拆線窗口 這個是它 然後它可以規定所謂的fit fund rate 這個fit fund rate呢 是比國債的最短期的一個月還要短的 就是從一天到兩個禮拜這樣 就是極短期的 它能夠控制的就是極短期的利率 所以 這個極短利率它控制之後 就可以間接的去影響國債的短期 短線的那一端 但是對國債的長期是沒有辦法 那2008年之後 它發明了一個新的窗口 就是所謂的QE量化寬鬆 這個很 這是很有名的 但是量化寬鬆一方面是印錢 但是它印了錢以後要幹什麼 它買的這些印的新的現鈔拿去買的資產 主要是長期的資產 就是國債 然後還有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就是房貸延伸化產品 然後後來最後還直接下場去買企業債券 所以事實上QE跟QT呢 你在考慮它的經濟跟金融效果的時候 其實是有兩面的 第一面是它把現金塞到金融跟經濟體系裡面去 第二個是它塞的管道 是優客的長期的那一端 那長期的這一端跟短期的那一端有什麼不同呢 長期的那一端其實是對產業 還有長期的投資 比如說房地產這種投資 影響比較大 你做房貸的時候通常是要一代 在美國是一代最常見的 就是15年或者是30年 那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 所以它的那個 像是它的這個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還有它的國債 它的長期端全世界都在買 中國也買了1萬億嘛對不對 是 日本買了1萬2千億等等的 那 全世界都在買 所以它發行起來很方便 所以在美國的房貸 大多數都是固定利率的房貸 嗯 那固定利率的房貸是什麼意思 就是過去這18個月 美聯儲是在2022年1月開始反轉 就是從QT轉成QE 然後利率從0一直提到現在的5.25 這個當然是極短期的 我說美聯儲提升利率 就是美聯儲現在是QT跟QE控制長期利率 然後呢 它的那個 其他的窗口呢 直接控制極短期律 這個極短期律的控制是 歷史上向來如此 嗯 呃 它 過去 這十八個月呢 短期利率就上升了5% 從0.5% 沒錯 然後長期利率呢 國債是從幾乎是0 就0.5%升到4.0% 看樣子好像只升了3.5% 但是呢 其實因為房貸還有那個企業貸呢 他們還要有 還要有跳票的危險 嗯 所以它有所謂的Risk Premium 你再加上這個Risk Premium之後呢 這些實際的 實際上 一般消費者跟企業界可以借到的利率呢 也是提升了5% 就是 美國政府的借貸成本呢 提升了3.5% 但是呢 那一般消費者跟企業的借貸成本 提升了5% 那你提升了5%之後呢 呃 你如果去看 他們的利息支出跟利息收入的話呢 呃 就是美國 國內的那個 呃 老百姓的利息支出跟利息支出 剛好抵銷 嗯 這很有趣 就是你這個 那個利息上去之後呢 呃 美國人其實他的家庭是 負債 很喜歡負債 沒錯 美國的負債率是很高的 嗯 但是呢 因為他們也投資了很多國債 還有定期存款這些東西 所以你那個 投資債券 還有投資定期存款 這樣 而增加的收入呢 剛好跟你 呃 貸款的 呃 所需要的花費 互相比較 當然 這 不是說他的影響是零 因為你這個收入增加的是上中產階級的收入增加 會去投資的人是上中產階級 要做抵押做第二次貸款 這叫Hellock 呃 呃 這些 通常是下中產階級的 呃 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其實是一個財富轉移 但是這個財富轉移問題大不大呢 不大 嗯 因為你看那個 你看他這些呃 貸款 所有的這些負債 他的利息增加之後呢 呃 這個負擔 跟 他們所謂disposable income 就是 可用的花費 來做對比 他這個比率其實還是跟 過去的這三四年 三四四年差不多 嗯 就是完全沒有危機要到來的 所以我過去這一年一直說 美國經濟不會出問題 一直跟那個 Second Value Bank出了問題 我也說 經濟整體不會有問題 就是你看這些數據 然後另外 美國是全世界房貸裡面 固定利率用的最多的 那你想想看 兩年前買房子 他的三十年貸款是 兩% 兩%的利率 嗯 那你現在是不是完全都賺到 沒錯 嗯 對不對 那你知道 像歐洲或者英國 他們就很少有這種固定利率 那你一旦利率上去以後 整個房地產市場就垮了 沒錯 那美國的市場就不會垮 美國現在的這個 呃 呃 所謂的 呃 呃 Household 的real estate 呃 沒有垮掉 原因就是 你如果原本 你如果是兩年前三年前剛買的房子 你有30年期的 2%的房貸 嗯 你會願意賣房子 然後要還掉這個 然後再重新申請一個房貸嗎 現在的房貸是7% 嗯 OK 對不對 當然不會 嗯 所以 你這個利率一下上去以後 在歐洲所造成的就是 呃 整個房地產的災難 現在在韓國也有一個房地產 沒錯 沒錯 嗯 但是在美國就不會 那我剛剛已經提過就是 這你追根究底到最後呢 是因為美元是 呃 國際儲備貨幣 所以呢 他可以很簡單的 連他的消費者 都可以借用固定利率 來借30年的房貸 啊 其他的國家就很難 讓每一個中產階級 都能夠借到30年的固定利率的貸款 而且這個 這個利率呢 還因為美元的地位而特別低 2% 嗯 2%30年 呃 呃 呃 所以是 你這個利率我剛剛講過 過去18個月 在短線跟長線都上升了5%之後呢 美國的這個房地產 市場啊就 呃 他沒有垮掉 他的價錢呢 事實上還是在高位 他的那個 那個他的平均房產的交易是 呃 呃 2021年的時候漲了35% 2022年的時候到現在掉了5% 只掉了5% 你想想看這個 這個利息上去5% 結果他的價錢 只掉了5% 而且如果是比兩年前的話 反而還漲了30% 但是呢 他的成交 量呢 直接腰斬 為什麼腰斬 因為就是 人家那些30年固定利率2%的那些人 占了便宜 當然 他說什麼也要 呃 保著這個房子 不換 對 他就是不換 所以 你如果沒有人想賣的話呢 你就沒辦法交易 對不對 那 呃 那這樣反映下去了 另外一個結果 在房地產上面還有另外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 這個 呃 這個也是我過去幾年講過好幾次的 呃 因為這個 通脹 來勢洶洶 4年就可以看到來勢洶洶 所以3年 3、4年前那個時候 真正的超級有錢的超級富豪 我們就開始投資農業的地產 因為農業的地產是在通脹 危機中保值最好的 OK 那 像Bill Gates就買了 幾十萬畝的 的農地 但是呢 問題是 這些農地的供應很有限 真正房地產最大的市場 還是這種家庭住宅的市場 所以 等到其他的人也學乖了 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基金 也注意到 長期會有通脹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投資 住宅房地產 所以美國現在 過去30年 他們的醫院都變成私營的 然後都變成財團了 現在這個財團開始進入房地產 開始買私宅 就是你這種獨棟的住宅 也變成是他們一個基金所有的 然後再租出去給你 就是從私有住宅變成出租住宅 那出租的話 當然是所謂的 就是公寓 出租起來更方便 所以你如果看美國的住宅的房地產市場的話 過去這一年 也是這個獨棟住宅 我剛剛講過他的那個銷量直接腰斬 但是呢 他的那個公寓的建築反而是熱火朝天 所以講來講去就是這些私宅的房地產市場 根本就沒有垮 就是維持在高位 那你剛剛問我說 為什麼股票也在高位 很簡單嘛 也是同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因為人民銀行跟歐盟高抬貴手 所以美國已經過了這個危機了嘛 然後那個美聯儲所抽的資金 又比歐元銀行少了三倍 所以當然就沒有資金短缺的問題 我剛剛講了半天 你看看都是資金 還是很充足的問題對不對 那真正垮掉的就是我 我兩個月前兩三個月前提到一點的 就是那個office building 就是辦公大樓的市場 但是那個市場很小 而且他真正垮掉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都在家辦公了 對不對 因為新官了 大家都在家辦公 另外一個垮掉的是所謂的unicorn market 所謂unicorn就是還沒有上市新規的公司 但是它的價值已經定價在10億美元以上了 就叫做unicorn 這個很奇怪的是unicorn垮掉了 但是Bitcoin沒有垮掉了 Bitcoin沒有垮掉了 同樣的也是因為先犧牲其他的那些雜貓雜狗的加密貨幣 所以Bitcoin到現在大家還在那邊迷戀嗎 因為人性就是這樣子 你自己曾經有過的東西就不願意放棄 你曾經即使是紙面上的利潤 自己曾經有過就不願意認賠殺出 所以這些人就認為自己投資在加密貨幣 就曾經獲利多少 他們就非要再超過那個最高峰以後才能獲利殺出 那還遠 本性的基本心理 你可以在心理學裡面找到很多論文來驗證 很多實驗證種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為什麼股票市場還很好 第一他的經濟裡面的現金還很多 第二個是他跟歐洲或者是日本比起來要好多了 那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房地產 這個就很有趣 這也是房地產市場裡面最小的一塊 就是工廠 所謂的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Real Estate 這個比我講過的農地還要長得還要厲害 20年前就是在2002年的時候 這個是小布希上台沒多久 那個時候他美國的工廠 建工廠的投資達到谷底 這個時候是每個月20億 兩個billion 這是他們歷史上的新低 就是他們去工業化 他們從80年代開始去工業化 去到2002年的時候是在谷底 然後從那開始就開始翻身了 他的新工廠的建設慢慢的升高 升到2021年已經升了三倍 到了60億美元一個月60億美元的新工廠 你猜現在是多少 多少 今年是16億 所以16個billion 160億美元 大幅成長 160億美元一個月 就是兩年之內成長了三倍 所以他真的從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他的製造業的狀況是好的 他的這個製造業呢 之所以會這樣子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billion的功勞 因為現在德國的 德國已經在去工業化 沒錯沒錯 所以他這個能夠遷到中國的 就遷到中國 需要留在這個歐美集團的內部的 因為現在都有很多貿易壁 而且要中美分割了對不對 那必須要留在這個分割線這邊了 他們就遷到美國去 所以他兩年之內工廠就漲了三倍 所以你想想看 在這種 像這種數字 你只要看一看 就知道美國目前的經濟沒有什麼問題了